歡迎收看這個體馬世界的環節 又是我主持世榮和大家見面 今次星期六有甚麼新馬在環節和大家說 主要帶大家認識馬仔的性能 血統或腳法 讓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跟著他的賠率想想如何投資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邊有顆四星龍鱼 按下去就可以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台 立即帶大家用肩仔看看體馬世界 有甚麼馬來的 好 見到這一匹不是兩下歡騰 帶大家看看初出的聖德龜豐 他初出是大熱門 即是很大機會是 有一檔有莫雷拉加蔡漢 再加聖德精彩的衣服 明白的 但都沒有證明過得的 為甚麼要大熱門 你說不是的 我見到他的直路 跟比較高分的灰馬 銀池七十多分三班馬來的 你都可以這樣扔掉後面 無疑都是理想的 但你看看他也不是腳法很高速的 翻步物的馬 似乎中距離將來會比較適合他一些 而且他贏這場 是贏得三班馬 但這場是泥地 你現在跑草地千二 都不說草地千二有好表現過的好眼光 大家都未贏過 至少這群有實戰過 有機會先贏到 好眼光就是彩漢的強馬 升到三班都贏了 不可能補中 另外就是 總不說這批贏過的量化搬騰 上季四歲未好熟的時候 已經背頂榜贏過 今次還用自己徒弟 谷草千二都不報 走來沙田報 明顯就是希望能夠換到一個倍 你看到這些馬 這麼有能力 大家未出過的馬 為甚麼要大熱 我覺得你行 第一 繼續大熱你就贏了 但這場我就覺得不值 還有看腳法 始終距離馬比較多 所以就沒有選擇 大家都要提防 如果太熱 好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晚一點 還有更多精彩節目 西選馬南俠 今晚還有一見 《非易潛財經》 多謝大家收看《看馬世界》 晚一點再見 拜拜 我現在也在不論是否 現在是否說是否是否 Wha 在某廣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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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廣地機 挺的 偏僅 感谢观看